那么在安徽的吉西县 陈东的12公里 有一个村子叫龙川村 那么这龙川村呢 主要是以胡姓为主 这个胡氏家族啊 经历过了千年的风风雨雨 那是人才辈出 成了江南的名门望族 那么胡氏的宗祠呢 就从宋朝就开始建立 那么我们今天走进祠堂的时候 我们绕过屏风 就会来到正厅 那么这个正厅的名字很有意思 正厅的名字叫什么 叫和谐厅 那么这厅里面最引人入圣的 就是脸侧门上的 那个木雕的荷花的图案 那么在西侧的门板上呢 有四幅荷花木雕 那个荷叶开得非常非常的 旺盛 荷花很艳 莲子很饱满 那么荷叶下面分别有四种动物 螃蟹 鸳鸯 虾 青蛙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和谐屏风 那么这个和谐屏风 它到底在寄托着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 荷花和螃蟹表示什么 和谐和谐是吧 那么荷花和鸳鸯表示和美 荷花和虾表示和顺 那么荷花和青蛙表示和名 那么和谐屏风就是这样 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啊 表现了一团和气 和谐共融的这样的思想 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 和谐的一个最最完美的一个体现 摐出来